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电台出品《沉默人》播讲 黄鼠狼报恩 老大娘不解风情,黄鼠狼三次报恩 柳西村有一户苦人家 一对已过古西之年的老夫妇相依为命 三餐大多都是只吃一些野菜 除了逢年过节,他们会吃一些鸡蛋 其余的,真的是一点荤腥都不沾 今天是除夕 老大娘决定打两个鸡蛋来开个婚 也算是对着平淡不能再平淡的一年留个念想吧 于是老大娘准备好了柴火,又添了开水 两个鸡蛋便在这咕咚咕咚的开水当中煮上了 可这时,老大娘回头一看 透过窗户看见了一只黄鼠狼 那黄鼠狼眼睛溜圆,半张着嘴向锅里边看着 老大娘叹了口气,跟着就捞出了一个鸡蛋,开门出去 我来吧,都过年了,人吃好的 这畜生也该吃点好的 看我这儿啊,还鱼些鸡蛋 这个不如你就先拿来,吃了吧 那黄鼠狼愣在原地,不敢上前,老大娘叹了口气 是不是怕人呢 得,我这就进屋去,这鸡蛋给你留这儿了 说完了之后,老大娘把鸡蛋放到地上进屋去了 黄鼠狼这一次呢,才赶过来 抱起了那个鸡蛋,一溜烟就不见了 老大娘回了屋子,再没心再煮啊 所以,他就跟老头子说 老头子啊,刚才煮的鸡蛋真小 没忍住,我就先吃了 这个,你快趁热吃了吧 啊,老头子眉开眼笑的是 鹤子爱吃鸡蛋 这个,你也拿去吃吧 可是老大娘呢,却一皱眉 说了,老头子傻的 他过年吃些好的,就是为了图个吉利 你得吃,快吃,快吃 老头子笑了笑,就能答应了 第二天,老大娘起来扫院子 可是抬头看之间呢 却又见到那只黄鼠狼 这黄鼠狼一见到老大娘就跳了过来 老大娘定眼一看 嘿,这畜生嘴里边竟然叼着两个铜钱 你这是干啥 老大娘放下了扫子 蹲下来对那黄鼠狼说 那黄鼠狼往前挪了挪 跟着把这两枚铜钱放到地上 要知道,那个年代 两枚铜钱对于老大娘来说 那可是大钱 能买上六个鸡蛋 但是老大娘呢,就拒绝了 还搞了一肚子气 你个畜生,哪来的钱 肥头鸡刀,我可不要 老大娘大声的喊了一句 黄世郎一听,好像是野羞红的脸一样 当时叼起了两枚铜钱 一溜咽的跑 再后来又过了几年 这老头子患了重病 老大娘实在是没办法了 只能出去乞讨些钱 回来给老头子抓药 这一天老大娘蹲在街角上 也不敢抬头 眼瞅着,这一天就要过去了 一闻钱也没有要倒 可是忽然间迎面来了个姑娘 直接递给了老大娘一定银子 这银子少说也得十两啊 当时老大娘就大吃惊 就说道 你这个女娃娃,败家 这么多钱,你说舍就舍了 收着吧,大娘 这钱对你来说呀,能救命 对我来说呢,就不过一杯酒钱 不要 老大娘又把钱递了回去 太多了,太多了,受不起 那姑娘一听,当时就急了 嘿,你个老婆子 这钱不是偷来的,也不是抢来的 你怎么还不要呢 老大娘一回头,不再说话了 那姑娘叹了口气,跟着又说 得得得,真是欠你的了 这样吧,我听说你家老头得了病 我呢,略懂些医术 不如跟你一筒钱去耗个脉总行吧 老大娘一听,眼睛放了光了 真的? 当真? 这一来,老大娘也放下了自尊心 就跟着那姑娘回家了 到家以后,只见那姑娘对着老头呼了口气 那老头的病全都好了 老大娘当时就惊呼 姑娘,你,你这是什么医术啊? 什么医术啊,那是我半生的修为啊 说完之后,那姑娘呼的一全身 就变成了一只黄鼠狼 老大娘惊讶万分呢 末了竟然哭出了声了 你个畜生,怎么这么傻呀 就喂了个鸡蛋,值得吗? 那黄鼠狼一跃上了墙头 一条命是情,一个鸡蛋也是情 一股青烟冒起 那黄鼠狼就消失不见了 老大娘叹了口气 那,我们就凉清了吧 可是回事之间 老大娘分明看到 那桌子上放了一顶银子 足足十两 老大娘说了一句 唉,还情不再大小轻重 都是一念的事罢了 有意思是 老大娘 试询